苏东坡在黄州有两个房子 一个是他开墾的荒地 在那里盖了一个雪塘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东坡 另外靠近长江边的房子叫林岗 所以有一次他 他喜欢晚上回到林岗来睡觉 因此有一次他喝醉了酒 夜饮东坡醒覆醉 归来仿佛三金 家同鼻息以雷鸣 敲门都不应 一丈听江生 长恨此生非我有 何时望却盈盈 夜南风尽胡文平 你看夜南风尽胡文平 小舟从此誓江海寄于生 他在晚上三金天回到长江的林岗 家同敲门叫不醒 他就一丈听江生 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小渔州过来 因此他形容春天的黄州 站在长江边看长江的感觉 他说是春风遥江天默默 春风遥江是什么 有时候是小风 有时候是大风 所以有时候小浪 有时候大浪 遥江天默默 看到那一线天 默默长空 无限的宽广 而下面是夏天 木云卷雨三卷卷 黄昏的时候 黄州常常下一场午后大雨 这个午后大雨一下过以后 所以叫木云卷雨 木就是黄昏 卷雨就是那个云 携带了大量的雨水 卷起来的乌云 然后一释放出来 变成一个大雨 这个叫木云卷雨 三卷卷 大雨洗过以后 那个山特别的漂亮 叫三卷卷 这是夏天的景 丹风翻压半水树 丹风就是秋天的红叶 丹风 黄昏的时候呢 乌鸦会在空中绕着那个丹风飞 丹风是红的 乌鸦是黑的 这是黄昏的景 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乌鸦落在长江的沙洲上 半水树就是 那个乌鸦跟乌鸦相伴 睡在沙洲上 叫半水树 长松落雪 金醉绵 到了冬天呢 那个血压的 一层一层的血落在那个松枝上 因为松树呢 枝很长 落雪落得太多以后呢 那个树枝承受不起 血的压力会折断 一折断以后有一个声音 所以他喝醉了酒 在松树底下呢 听到那个松树折断的声音 会吓一跳 惊醒 所以叫长胸落雪 金醉绵 这四句写黄州的美 而且是春夏秋冬 而且呢 分上四下三 你看春风摇江 是江面 天默默是天 木云卷雨是天 而三绢绢是三 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单风翻压是上面的 是单风翻压在树上 那半水树呢 是江面 下面 长松落雪 下雪从上下 然后呢 金醉绵是人在下面 所以一个上一个下 写得非常好 所以他说 桃花流水在人世 武林起壁皆神仙 桃源明所写的 武林中人 有一个打鱼的人家 最后沿着桃花溪 找到一个桃源洞 说桃花园里那种风景 流水 叫桃花流水 在人世 人世之间也找得到 我在黄州 就是这种风景 武林起壁皆神仙 武林中人 何必都是神仙 一样的人物呢 平凡的人也可以享受这种风景 下面 江山清空我成土 虽有去路寻无缘 江山如此的美 黄州是如此的美 清空就是干净漂亮 我成土 可是我在城市之间 仍然在官场上 叫做世俗叫成土 江山这么美 黄山这么美 我明明可以隐居黄山 但是我还在官场上留恋 回不去 所以江山清空 我成土 我在城市中 还在做官 虽有去路寻无缘 虽然我知道 我要隐居在黄山 是可以的 但是去无缘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缘分 去黄山隐居 还君此话 山叹席 山中故人 应有遭我归来篇 我把这幅画卷起来 还给他 再三的叹席 我相信 我在黄州 所交的几个山中的朋友 他们日夜都思念我 而希望我跟他们作伴 因为我离开黄州的时候 曾经讲 我老的时候 会来跟你们作伴 说山中故人 应有遭我归来篇 我相信我在山中 黄州的那些朋友 应该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写诗 写信 想要邀请我 来跟他们一起 隐居在黄州了 这是苏东坡 看了一幅画以后 前半段讲画 后半段讲自己的心情 好 下面 苏燕林王祖部 所画折之 什么叫折之呢 是属于绘画的观念 一种叫折之 折之就是画一个局部 不画整只树 而只画树的一部分 叫折之 这里边有一段 很精彩的议论 他说 论画以形式 见与儿童林 他说一个人认为 画画要画狗像狗 画猫像猫 要完全的一样 这种见解 跟小孩子的见解 差不多 这个叫论画以形式 因为我刚讲 绘画 所有的万物都有个形 而这个形背后有个像 像是虚的 形是实的 像是什么 就是它的灵魂 所以如果你画画 只是外形很像 而没有它的灵魂 那这个不能算好画 所以叫论画以形式 见与儿童林 这种见解 跟小孩子差不多 父诗 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 如果写一首诗 有个题目 那你认为 既然定了一个题目 这个诗的内容 要跟题目一样 这个表示你不懂诗 就像我刚刚讲了 苏东坡题画的诗 有时候是 一首诗把整个画面 全部写出来 有时候呢 整首诗都没有画面 只讲他看画的感受 他也照样写 他看到这幅画 可是画面都不见了 他只讲他的感受 这也是一种题画 因此他说 富诗 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 诗画 本一律 天公 以清新 不只是诗画 就是诗书画 所以苏东坡认为 书法 绘画跟诗 这三样艺术 是同一个原理 什么同一个原理 你怎么判断书法好 你怎么判断这个画好 你怎么判断这个诗好 他说 诗画本一律 天公 与清新 天公 就是自然 不照做 自然不照做 出于 自自然然的感情出来的 天公 第二个清新 语言要很干净 有自己的特色 不落俗套 不去模仿别人 不落俗套 叫天公 与清新 有自己读到的特色 下面 边栏 雀血 生 造仓 花 传神 这是用了两个 唐 一个是唐朝 边栏 是唐朝的画家 造仓 是北宋的画家 他说 唐朝有一个专门画鸟雀的画家 叫边栏 他的血身 就是能够传达出 那个花 鸟的 那个鸟的 灵活 叫血身 就是能够把他那个活的 那个鸟的那种姿态 那种活动的生命力 写出来 造仓花传神 而北宋的造仓呢 他所画的花 非常的传神 何如此两幅 苏旦 含 金云 这就是一种批评 苏东坡认为 今天他所看到的 王祖部画的这两幅 折之 比唐朝的边栏 所画的鸟雀 跟赵昌 所画的花 要好 何如此两幅 苏旦 含 金云 第一个是苏旦 这幅画 因为是折之 所以画里边大部分的空间 是没有画的 留白很多 叫苏旦 第二个 含金云 非常的精烈 而整个一幅画面 非常的云静 又很精烈 又很云静 谁言一点红 解记 无边春 好像谁讲过一句话 说只要透过一朵 春天红色的花 就能够寄托 了解整个无限春天的意味 谁言一点红 解记 无边春 有关于最后这个结论 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演绎 释迦摩尼佛 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 有一次 他平常都是讲 讲佛法 但是有一天 他不讲佛法 他坐在台上 弟子坐在底下 这个时候他就 从底下拿出来一朵花 然后就撵花 所有的弟子都不懂 因为老师今天不讲课 那你撵了花 是什么意思呢 那忽然有一个家业 看到师傅撵花 他突然微笑了 所以就变成禅宗的 第一个公案 那其实我们中国 有一个庄子 庄子曾经讲 天地一子万物一马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今天到外太空旅行 如果到了一个星球上 只要你看到一只马 在整个的星球 什么都没有 当你看到一只马 就表示 这个星球一定有 植物一定有动物 而且不是一种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只是一个马 可是马会长得这么大 马一定要有公跟母才会生出来 小马 那就表示他有父母 然后马怎么活那么大呢 一定吃草 一定要有草 当有草的时候就表示有别的植物 当有草跟植物 有有动物的时候就表示 他的那个大气的环境 那个生态的环境 一定要有八个元素 这八个元素就叫天地风雷 山则水火 一定要有这个 六十四卦 如果没有 是不可能有一个马 所以一只马就可以说明一个星球的生态 这个叫做部分讲全体 我们中国的京剧 在演出的时候 拿一只马鞭 整个传达的就是骑马的过程 拿一只讲 整个传达的就是一个划船的过程 部分就等于全体 所以我们讲一个美人 只要讲他的部分 长恨哥说 马尾窝 就是婉转鹅眉马前死 杨贵妃只有眉毛吗 不是 那个眉毛就代表一个美女 所以我们四川有一个鹅眉山 鹅眉山是什么 就是一个美女 像个美女叫鹅眉 用一个眉毛代表它的美 全体 部分代表全体 那同样的画一幅画呢 也是一样 我不把整个一株树画出来 我只要画一朵花 这个几个枝 这个枝里面只开了一朵 可是这一朵花就证明春天来了 就像海边 为一个柵栏 海边为一个柵栏养鱼 虽然在这个柵栏的养鱼池里面 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但是因为在海边 所以它通于一个无限的海洋 海水的春夏秋冬的温度 都跟这个柵栏里的养鱼池的 这个柵栏里的这个水温度一样 咸度一样 所以一个有限的空间里 可以有一个无限的世界 那这个就是这个理论的一个依据 所以叫 谁言一点红 解记无边春 下面 细书李博石画玉玛 李博石是苏东坡的好朋友 叫李龙眠 也叫李公灵 那么李博石呢 是苏东坡的好朋友 他一生有两幅画 是苏东坡用两首诗来传达 苏东坡一生三次被扁 扁到海南岛 那么回来的时候已经66岁 快死了 到了长江出海口 有一个镇江 这长江出海口的中间有沙洲 这个沙洲上面盖了一个金山寺 那么他在金山寺年轻的时候 曾经来玩过 现在垂垂牢椅快死掉的时候 忽然看到金山寺上面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李龙眠画的 什么内容呢 就是画苏东坡的画像 各位想想看 在一个长江的出海口 苏东坡是长江上游的人 中国两条龙 一个长江 一个黄河 他从长江的上游 到长江的下游 所以他写金山寺的诗 一开始就说 我家本在长江出发 我家在长江的出发源的地方 换游直送江入海 现在因为做官 我送长江入海 因为就在长江入海口 这地方金山寺 我家江水出发源 换游直送江入海 结果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这里看到 晚上一个火 火团起来 吓了他一跳 所以写了这首诗 他认为是长江的江神 在警告他 现在他垂垂牢矣了 又在这个长江口 金山寺看到自己的画像 是他的好朋友 李龙眠画的苏东坡像 所以他在这里提了一首诗 这是苏东坡最后一首 写完不久就死掉了 叫心如以灰之木 生如不细之粥 问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淡州 一生被贬三个地方 黄州 惠州 淡州 所以写完不久 他就死掉了 那么刚好 他的朋友叫李龙眠 这条巨龙要睡觉了 李龙眠 很奇妙 苏东坡这首诗呢 是李龙眠画的玉马 就是皇帝养的马 叫好头刺 什么叫好头刺 就是头是红色的 头非常红 好脑袋 叫好头刺 那么苏东坡呢 说三西战马 鸡无肉 夜绝长街 如绝竹 提间三藏 是徐行 不幸天山 有坑骨 他把李伯时 画的好头刺 玉马 来跟三西的战马 来做比较 前面呢 讲的是三西战马 而不是这幅画 我刚刚前面讲到 苏东坡同意杜甫 认为皇帝养的马 毛片漂亮 然后肌肉雄伟 但是不耐操 不耐战 真正的战马 是瘦瘦的 金瘦的 所以它叫三西战马 三西不是现在的三西 而是画山以西 我们中国五月 东越泰山在山东 西越画山在陕西 画山以西就是秦岭 就是秦这个地方 秦岭在山上 四周的高山上 有一种马呢 个子不大 但是非常会跑 非常的健壮 所以秦岭上的马 叫战马 他说三西战马 鸡无肉 常常饿肚子 所以没有肉 很瘦 夜绝长阶如绝竹 阶就是脉杆 常常晚上吃脉杆 吃得好像在绝竹子一样 声音呱唧呱唧呱唧 声音很大 夜绝长阶如绝竹 你不要看他瘦 你不要看他个子小 提肩三丈 是徐行 他一跨步 一腾跳 他跑快的时候 提一提跟一提 就是重的 就是马跑 马平常跑的时候 是右上左下 左上右下 这是慢慢走 如果快跑的时候 是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 当他快跑的时候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 这个距离可以跨三丈 三丈 所以叫提肩三丈 是徐行 还算跑得慢 不幸天山有坑谷 如果让他在 新疆的天山上跑 天山上的凹凹凸凸 对他来讲 如履平地 这当然是有点夸张 但是这是写三西的赞 下面说 岂如旧马好头赤 利藏归来 握邪日 莫叫幽梦补藏地 后衣兴游 入同利 岂如旧马好头赤 旧马就是皇帝的御马 养在马厩里 这个好头赤 他说他每天 没什么操练 一队表演 因为是御马 所以国家有庆典的时候 他就去仪藏队 出来跑一趟 利藏归来 握邪日 就没事情做了 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 就握在树荫底下 就这样子就回来休息了 所以叫利藏归来 握邪日 莫叫幽梦补藏地 后衣心游入同利 这是一个典故 我们做诗的时候呢 要懂得用意象跟典故 意象增加情感的浓度 那么典故增加时空的厚度 比如说李桑颖的诗 写谨色 说谨色无端五十玄 一玄一柱思华年 庄生小梦迷蝴蝶 旺帝春心脱杜鹃 庄生是庄子的典故 旺帝是四川蜀地的典故 四川有个皇帝叫旺帝 这个典故 这两个是典故 沧海月明诸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这个是异象 然后此情可待 沉醉意只是当时一枉然 又比如说 相见时难别一难 东风无利百花禅 春禅到死四方禁 蜡聚成灰泪死干 春禅到死根蜡聚成灰 是异象 异象可以增加感情的浓度 而典故呢 把过去的古人的故事 放到今天 增加时空的厚度 这是在文学上的两种技巧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首诗为什么用幽梦 因为中国史记 作者司马迁写过 一个古迹列传 就是中国的大臣里面 头脑特别聪明 可以化解一个国家的危机 讲话又很幽默 看起来好像西方的弄成 可是他不是弄成 他透过他的幽默 把一个危机转化 唐太宗有魏征 魏征都是忠言直见 常常泛言直见 那是因为魏征遇到好皇帝 唐太宗 如果魏征换到汉武帝 魏征同样的个性 同样的讲话 说不定汉武帝早就把他杀掉了 即使汉武帝还是不错的皇帝 更不要说那些昏庸的皇帝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 贤者必逝 其次必地 其次必赦 其次必言 有时候在皇帝面前 半君如半虎 讲话不是那么容易 春秋五霸里 有一个皇帝叫楚庄王 楚庄王有一天 帮他养马的一个养马官 把他一个最爱的心爱的马养死了 他气死了要杀那个养马官 然后他要用士代夫的礼 来葬这个马 谁劝都不行 有人劝他就骂 有人劝他就打 甚至要处死他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要开始用士代夫的礼藏一只马 可是幽梦来了 幽梦就哭哭啼啼地进到宫里 皇上正在心里面不舒服 然后楚庄王说 幽梦 你进到宫里哭什么 他说大人 不是你心疼你那个马 我也心疼你那个马 那个马好啊 死了我很难过 所以我哭 这个时候楚庄王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可是忽然幽梦又说 大王 你用士代夫的礼来葬你这个马 我认为你太保守了 没有真正的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 那士代夫的礼不够吗 说你应该用君王之礼来葬他 君王之礼 他说 这样才能传达你真正爱马的心意 那他说那结果呢 他说这样才能让天下的诸侯 知道你是爱马胜过爱人 哇 这句话一出来以后 所以他把你所爱的东西推到极致 就是让你看到他的错误 所以这就是一种幽默的本领 幽梦最后楚庄王问他说 那究竟应该用什么礼来葬呢 用六处之礼 动物有六处 这六处呢 葬也可以用葬礼 怎么葬呢 照样我们买一个人要有什么 第一个要有棺 第二个要有锅 棺是棺材 里边的外面那个锅 外面的棺材叫锅 然后要穿衣服 用火要烧 然后要祭品 要祭 照样有 他叫六处之礼 于是呢 他讲说 笼罩为锅 同立为官 笼罩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把一只马 煮熟了来吃 一般的锅子放不下 所以要有特殊的一个灶 所以笼罩就是堆土 堆一个大的土堆 做一个灶 笼罩为锅 这个就是这个马的外观 棺材的外面 同立为锅 然后用一个特大的铜锅 叫同立为锅 立就是锅子 好 既以姜枣 加上一些姜 让它不要有腥味 加上一些枣 让它有甜味 剑以木兰 最后呢 线 剑就是线 用木兰这个植物来燃烧 来烧它 既以梗道 梗就是再来米 然后用一些米做 你不能吃马肉 还要有饭呢 所以好像祭祀要有饭 所以既以梗道 一以火光 最后呢 点一把火 这个火就是这个马的衣服 最后葬鱼复长 最后把这个马吃掉 祭武葬庙 这就是 那你看呢 这个就是幽梦的聪明 所以他说 莫叫幽梦补葬地 他说像这种马 千万不要碰到幽梦 如果碰到幽梦 幽梦就想要把它吃掉 所以叫后衣 刚刚讲了 后衣以心 就是用柴火 点火 就是那个埋葬的衣服 后衣 心油 油就是把它煮熟了 叫油 入铜利 这个利呢 就跟刚刚讲的那个利一样 就是铜锅 就把它放到铜锅里 煮了吃了 祭武葬庙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马 碰到了幽梦 幽梦就会想到把它吃掉 你看这就是苏东坡 因为李博石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可以开他的玩笑 所以叫细书 李博石画玉马好头赤 下面 书单元只所示 李太白真 我读过很多的诗 是诗人谈李白 但是我认为这一首写得最好 苏东坡是真的懂李白 那李白 曾经被 做 哲仙人 赫之章称他哲仙人 那苏东坡翻案 说他不应该叫哲仙人 然后呢 把他一生的 最痛苦的两件事情 替他翻案 然后又加上呢 他用了一个前人的典故 这个前人的典故呢 就是 曹操曾经 羞辱一个 狂事 这个狂事叫弥横 让他击鼓 那弥横 很狂 狂到什么程度呢 说整个汉朝没有人 我朝没有人 只有两个人 我看中了 一个叫孔荣 孔文举 一个叫 叫杨德主 杨修 所以 我收了两个干儿子 大儿孔文举 小儿 杨德主 这个人很狂 到最后逼死了 李白也很狂 所以苏东坡抓住他的神韵 可是他记了一个非常好的典故 这个典故就是 韩玉所写的一首诗叫 双鸟诗 那么这首双鸟诗 是有很深的含义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双鸟海外来 飞飞到中洲 一鸟落成势 一鸟朝延忧 不得相伴名 而来三千秋 韩玉离我们现在呢 有一千多年 如果再加上三千年 就是四千五六百年 差不多就是中国皇帝 对 中国皇帝的时代 是中国文化的开始 如果是以这个做开始 现在不止了 但是 他用一双鸟来讲中国文化 他说 双鸟海外来 飞飞到中洲 就飞到中国 说从海外飞来了 一双鸟 到了中国 一鸟落城市 一个鸟呢 喜欢在城市里待 一鸟朝延忧 一个鸟呢 喜欢到深山里 忧静的地方 不得相伴名 这两种鸟呢 没办法在一起唱和 而来三千秋 这个已经有三千年了 这在讲什么呢 中国的文人世界里 有两种寄托 一种是像儒家的 要发挥他的才智 学养来治世 来救国救民 另外一种是道家的 想要隐居在深山里 修天德 跟大自然合在一起 这是中国文人的两个梦 那么因此 借着一双鸟来形容 苏东坡觉得 这个意象非常好 但是他把它转化了 转化成什么呢 他说唐朝的李白 其实不是一个人 他是天上的神仙 而跟他一起同游的 是另外一个大事人杜甫 所以李白的精神世界 同时有两个 一个想要隐居在深山 一个想要救世 所以刚好他两个人 是一个天上的神仙 画成两个 杜甫写忧国忧民 写安死之乱 而李白写唐朝的山水风光 他用韩裕这首诗 转化了一个异象 然后写了这首诗 书丹原子所是李太白真 丹原子是一个道人 这个道人藏了一幅画 是李太白的画 但是这个道人后来被谁害死呢 宋徽中有一个最宠幸的道人 这个人叫林林树 林林树度极丹原子 最后用毒药把他害死 好 我们看 天人几何同一欧 则先非则乃其有 他说李白是天上的神仙 跟我们凡人 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泡沫里生活呢 欧就是一个泡沫 这个是用佛经的典故 佛经上金刚经说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就是梦幻泡影的意思 他说天上的神仙跟凡人 几何同一欧 怎么可能处在一个 同一的泡沫上呢 则先非则 什么叫则先 就是在天上的神仙 犯了过被贬折下来 他说他是神仙不错 但是他没有被贬折 是他想要到人间来游玩 所以叫则先非则乃其游 灰赤八吉爱九州 化为两鸟鸣香丑 说他的精神世界 就像古代的神仙 神仙拿个浮沉 砰 一喊 就可以马上跑到九霄云外 这个叫灰赤八吉 什么叫八吉呢 古代的人称四方 东南西北叫四方 四方加上上下 叫六合六合加上古往今来 就叫八吉 所以六合加古往今来 就叫八吉 就是无限的宇宙 无限的空间跟时间 叫八吉 灰赤八吉爱九州 九州就是中国分九个州 他说他的精神世界 可以来往宇宙 天地 古今 没有任何界限 所以他到中国来 天上的神仙到中国来 还嫌得中国太小了 所以叫灰赤八吉爱九州 化为两鸟鸣香丑 所以他自己化为两鸟 一个是杜甫 一个是李白 一个隐居在深山 一个要救世 所以他说化为两鸟 鸣香丑 一鸣一子三千秋 一个在山上鸣 一个在人间流 所以叫一鸣一子三千秋 开源有道未稍留 迷之不可 审更穷 因为我们讲过 他曾经被永王林 从庐山上抓下来 所以就有人说 他为什么会投入永王林呢 是因为他想要做官 所以苏东坡替他翻案 苏东坡说 开源有道未稍留 本来他要离开中国 可是因为开源是一个盛世 所以他稍微多留了一点时间 这位仙人 迷之不可 审更求 你想要留下他来 迷之就是拴住他 你用各种方法拴住他 都不可能 更何况说他要去求官 那完全是笑话 下面 希望太白 恒额鸣 眼高四海 空无人 那么希望太白 是太白山 我们中南山 有个别名叫太白 因为山顶上中年白雪 所以叫太白 因为李白叫李白 又叫自太白 本来是指的太白金星 现在是用的中南山 因为他在长安中南山 那么我们知道 李白年轻的时候 十八九岁的时候 在四川的大筐山读书 所以杜甫说 筐山读书处 头白好归来 意思就是说 你年轻时候 不是在四川大筐山读书吗 现在你头发都白了 应该回到四川大筐山 杜甫有这个诗 所以他说 希望太白 恒额鸣 眼高四海 空无人 他就像天上的神鸟 从空中鸟看 从中南山的太白岭 往西看 看到四川的峨眉山 看到四川的闽江闽山 所以他曾经在那里读过书 以他的眼睛来看 整个唐朝 他只看中两个人 所以叫眼高四海空无人 没有什么人才 他在中华大地 只收了两个干儿子 大儿分阳中令军 分阳是分阳王 中令军就是中苏令 因为郭子怡凭了安史之乱以后 变成国家的国防部长 曾经一度做国防部长 因此分阳王 所以他收了 那你想想看 郭子怡用自己的官位 去保李白 那不等于他的儿子 保父亲一样的道理吗 那另外呢 李白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 他有一次由天台山 在天台山遇到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在上面写作妄论 作妄论本来是庄子的 他在上面修道 他一看到李白说 你先锋道骨 你将来可以求仙 所以李白就增加了很多求仙的信心 因此呢 等于一度跟天台山的司马子惟 在天台山一起游 那么那个人要请他去学道 然后悠游天下 符合李白的精神世界 所以他等于一个在人世间立大功的儿子 叫郭子怡 一个是引领他要到修道成神仙的儿子 叫司马子惟 所以他说 他眼高四海空无人 大而分阳中令君 小而天台坐望生 平生不是高将军 高将军就是高丽氏 他根本不认识高丽氏 手无无足乃敢撑 明明是高丽氏要巴结李白 用他的脏手来摸李白的鞋子 要帮李白脱鞋 反而会倒过来说 手无无足乃敢撑 撑就是什么 撑就是发脾气 你高丽氏凭什么对我发脾气 明明是你用你的脏手来帮我脱鞋子 所以手无无足乃敢撑 作诗一笑君应文 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高兴 他说天上的李白 你现在听到我写的这首诗了吗 你听到了 我听你平反了 你开不开心 所以你看 叫作诗一笑君应文 这首诗写得好 下面 郭祥正家醉化 醉化竹石壁上 郭祥正是偶尔一个朋友家里 喝醉酒了 在他的墙壁上 画竹子画石头 因此郭就送了他 作诗为谢 送了他两首诗 而且呢 且为二骨铜剑 又送给苏东坡两把骨剑 各位想想看 苏东坡醉久了 在你家的白墙壁上 画竹子画石头 对方不仅不生气 而且呢 还送他两首诗 又送他两把骨铜剑 高兴得不得了 那么就写了这首诗 当天晚上他可能喝醉了就睡在这个郭祥正的家里 他说空肠得酒 芒角粗 他说今天呢 我没吃饭 空肠 得酒 喝了酒以后呢 从肚子里就开始发芽 长一个竹子出来 长个石头出来 发芽 叫芒角粗 肺干 茶芽 生竹石 从我的肺里面 从肝里面 就长出了竹子 长出了石头 生然欲作 不可回 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 没办法压制回去 吐像君家血色壁 一口气把它喷出来 就变成了你家白色的墙壁上 就画了竹子跟石头 你看我们喝醉久了会呕吐 所以他说 我今天画在你墙壁上的石头 是因为喝醉久了 吐在上面出来的石头 从我的肝肺里面 长出了竹跟石头 所以叫 生然欲作 不可回 吐像君家血色壁 平生好诗 人好画 书墙握壁 常遭骂 我这辈子又喜欢写诗 又喜欢画画 所以常常在 别人家的墙壁上 写书 然后书墙 就是写诗 写书法 写在人家墙壁上 画画写在人家墙壁上 握壁 就是把人家的墙壁搞脏了 常遭骂 所以中国最早的涂鸦的人 就是苏东坡 喜欢涂鸦 好下面 不称不骂 习有余 世间谁富 如君者 今天我在你家的墙壁上 画了石头 画了竹子 不仅你不生气 也不骂我 而且还高兴 像你这么宽厚的长者 没有人这样如此 一双铜剑 秋水光 两手心诗 针剑盲 今天你看到我画的竹子跟石头 又送我一双铜剑 作为礼物 你这个铜剑 了不起 光亮 一打开 一抽出来 像秋水一样光亮 两手心诗 针剑盲 你写的诗 也是像刀剑出鞘一样 非常有威力 诗也写得好 剑也好 所以两手心诗 针剑盲 好像要跟你的骨铜剑 你的诗要跟你的骨铜剑 比比看谁强 剑在床头 诗在首 不知谁坐脚龙吼 今天晚上我睡在我的朋友 郭祥正的家里 那我在看他的诗 我把他送的剑挂在床头上 一面看诗 一面看着看着睡着了 忽然做梦了 梦见有脚龙 有龙银的声音把我吓醒 不知道刚刚龙银的声音 究竟是剑发出来的 还是诗发出来的 所以被做了一个梦 被惊醒了 原来床头有一把 有两把剑 然后手上有他的诗 到底是诗发的威力 还是剑发的威力 不知道 你看下面 狗狗夫人夜游图 这首诗很有名 唐朝有一个大画家 专门喜欢画美女图的 叫周访 周访画过一个 国国 画过一幅这个画 那么也有人说 不是这个国国 也有人说不是周访 唐朝的大画家 他画的 这幅画呢 在唐朝流传 非常有名 因为她是国国夫人 然后这幅画就跑到谁呢 跑到唐的后边叫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里 十国里有一个南唐礼后主 就礼后主皇帝 喜欢美女 所以就要了这个 国国夫人的画 藏在她的画宫里 那礼后主死了以后呢 变成宋 那北宋的早期的宰相呢 叫做燕苏 所以燕苏就收藏了这幅画 到了苏东坡呢 到皇宫里面去做 做皇帝的基奥秘书呢 就看到宋朝的皇宫里 收藏了这幅画 所以这幅画呢 从唐 传到了南唐礼后主 再到了北宋的燕苏的府邸 最后到了皇宫 所以苏东坡看到这幅画 那么这幅画在画什么呢 杨贵妃有四个 有三个姐妹 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解释 各位看 杨家四姐妹 杨玉环叫贵妃 智太真 她有个大姐 分为韩国夫人 嫁崔氏 三姐是国国夫人 嫁陪氏 八姐呢 是秦国夫人 嫁柳氏 今天这幅画是以 三姐国国夫人 做主角 那么杨玉环 跟八姐 都是陪衬 那她的堂兄 杨国忠呢 做了宰相 天保十一年 做宰相 十四年 就安时之乱 所以这一家人 得势到什么程度呢 皇帝每一年 用一天的时间 跟着四个 就是四姐妹 加一个杨国忠 五家人 要穿五种服装 五家人穿五种服装 皇帝每一年 在立宫 就是立宫高处 入清云的 那个华清宫那里 每一年 跟他们五家 五姐妹 五姐妹 全家人 玩一天 你们读过 杜甫的一首 有名的 杜甫的诗 叫三月三日 天气新 长安水边 多立人 那个立人行 那个就是在长江 就是在长安的 驱江头 这个三月三日 他们一个杨家的 姐妹会聚会 当时是宰相 出来帮人赶人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 想要看杨贵妃 这几姐妹 角色加厉 那连宰相杨国忠 都出来赶人 所以杜甫最后 做个结论叫 自首可热 是绝论 这家人 嚣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有一天 五个姐妹 一起出来 四姐妹 一起出来 刚好遇到 皇帝的公主 广平公主 也要赶路 驾的马车 回皇宫 这四姐妹 也要回皇宫 结果两边抢到 那么杨贵妃 他们家奴 拿到鞭子 去打公主的 那个架马的人 结果一下子 公主从那个 马上摔下来 头上的 头上的那个 那个 那个宝钗都掉到地上 你就知道 这杨家 得势到什么程度 所以 《长恨歌》里面 写到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众生男 众生女 就是这样 得势到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 这里边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 历史的讽刺 什么讽刺呢 隋扬帝 前面 前面叫 魏晋南北朝的南朝 宋其良臣 宋其良臣的 陈淑宝 陈淑宝 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他有一个 最漂亮的女人 叫做 张丽华 然后他有一个 最大的曲子 叫做 玉树后庭花 那这个 玉树后庭花呢 这个 这个 是一个 亡国之音 所以 谁 为了灭 陈淑宝 说 你是个昏君 天天 享乐 无度 把国家亡了 所以应该推翻 没有想到 陈淑宝 被处死之后呢 进到皇宫里 他最美丽的 那个 最美丽的 那个张丽华呢 不见了 原来躲在一个 燕之井里 后来就被一个 大将 叫 韩秦虎给 从 从这个井里 然后抓出来 抓出来 后来把他杀掉 韩秦虎抓到了 张丽华 那么 隋阳 隋文帝呢 跟 跟这个陈淑宝 要 说你的那个 玉树后庭花 在哪里 所以 玉树后庭花 是一个 亡国之音 到了晚唐时期 两大诗人 一个 一个杜牧 一个李桑颖 都写了 杜牧 曾经有一次 游这个秦淮河 南京秦淮河 烟农寒水 月农沙 夜拨秦淮 敬酒家 丧女不知 亡国恨 隔江游唱 后庭花 亡国 都快亡国了 还这样唱 亡国之音 后庭花 李桑颖写 随宫 说 子泉宫殿 所烟霞 欲取乌臣 坐地家 欲取不原归日脚 谨凡应事 到天涯 于今 浮草无影火 中古垂阳 有木鸭 地下 若逢 陈后主 说 现在你随阳帝 在地下 如果遇到陈后主 起疑 重问后庭花 你还好意思 问后庭花吗 因为随阳帝 后来 他当了十二年的 皇帝 只待在皇宫里一年 十一年都在外面玩 最后死在扬州 被他的部下 语文化籍给杀掉 所以昏君 这几个阶段 那么苏东坡 把这几段历史 连接起来 写这幅画 叫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 夜有土 他说 家人自控 玉花葱 因为今天晚上 有一个宴会 什么宴会呢 表演一种特殊的鼓 这个鼓呢 是叫接鼓 最有名的唐朝的音乐家 李归年 在打这个接鼓的时候 接鼓就是少数民族 传来的一种鼓 打这个鼓的时候呢 唐明皇说 哇 这一阵鼓 急像风雨一样急 一共有多少点 一趟鼓打下来 五千点 那他有一个传人 就是花奴 那这个花奴 就是皇帝 唐玄宗的一个侄子 叫汝阳王 汝阳王是最得种的 唐玄宗的一个侄子 比亲儿子还要亲 所以李白在写 《影中八仙歌》的时候 讲 汝阳三斗始朝天 道逢骑车口流弦 恨不宜风向九泉 他每天见皇帝 喝了三斗酒 才去见皇帝 你就知道 得宠到什么程度 嚣张到什么程度 那他为什么得宠呢 因为他会音乐 所以他会打那个接鼓 今天晚上叫 接鼓吹花 什么叫接鼓吹花呢 唐明皇有一次 练这个接鼓 这个接鼓打完之后 旁边的花都开了 他说你看 他们听了我 打鼓所以都开了 所以叫接鼓吹花 今天晚上是 就是汝阳王表演接鼓 而杨贵妃帮他伴奏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不喜欢化妆的 国国夫人 骑着皇帝的最喜欢的 马 玉花聪来参加 今天晚上的盛宴 所以今天晚上的主角是 反而是国夫人 为什么国国夫人得宠呢 因为他淡妆 他对自己的美很有信心 不化妆 淡妆 我们现在看 家人自控玉花聪 偏如惊艳 踏飞龙 他说今天的国国夫人 为了要参加 今天晚上的盛宴 自己亲自骑着 自控就是自己驾着 什么玉花聪 骑在玉花聪的马上 偏如惊艳踏飞龙 因为玉花聪是神马 跑得非常的快 像飞龙一样快 所以这路上吓坏了贵夫人 因此叫偏若惊艳 惊就是路上赶路 因为跑得太快 把她吓到了 所以叫偏若惊艳踏飞龙 金边针道宝钗若若 何人先入明光宫 这让我想到历史上 他们杨家四姐妹 跟广平公主 晚上针道回金师 回皇宫 路上把广平公主 吓得从马上跌下来 宝钗都落在地上 这件事情 所以叫金边针道 宝钗若若 何人先入明光宫 说那天晚上 这几姐妹 究竟是谁 先进到皇宫里呢 宫中皆谷 吹花柳 欲奴抢索 花奴首 宫中皆谷 吹花柳 就是今天晚上是 是汝阳王表演 接鼓吹花的 记忆 那欲奴就是 杨贵妃的小名 所以杨贵妃呢 就拿的选锁 选锁是一种乐器 就用选锁的乐器 做伴奏 来陪伴 花奴首 花奴就是今天的 表演者 就是汝阳王表演 接鼓 因为接鼓打得非常快 但是节奏要分明 所以杨玉环也很有本领 敢跟他来对 对的表演 所以他用什么乐器呢 用选锁 御奴选锁 花奴首 座宗八仪 珍贵人 八仪就是他的 第八个姐姐 说这个时候 座宗有个八仪 很富贵荣华 坐在那里当观众 走马来看不动成 这个走马来看 就是刚刚讲的 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骑着御冲马 很快地赶路 进来听 今天晚上的音乐会 可是进到表演厅之后 他就要安静下来 所以叫走马来看不动成 就是安安静静地 坐在八姐的旁边 所以叫走马来看不动成 这是在御花园里 不是在屋子里 在御花园里 下面 明眸好齿 谁附见 只有单亲于泪痕 他的明眸好齿 谁看过呢 谁看过他的明眸好齿呢 因为他不化妆 所以用明眸好齿 写他的天生例子 明眸好齿 谁附见 只有单亲于泪痕 只有这幅画 把他的美貌留下来 但是看了画 让人想到掉眼泪 为什么 这里边有历史的感慨 人间抚养成金骨 蜈蚣台下 雷塘路 人间抚养之间 就变成金骨 这用孟子的典故 孟子说 养不愧一天 抚不作一人 所以一个人 白天太阳大的时候 是低头做事情 晚上月亮出来是养头 所以用养头跟低头 代表人生 所以叫 抚养之间成金骨 人生过得很快 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就过去了 蜈蚣台下雷塘路 当年隋阳帝的尸体 被宇文化级杀了以后 首先埋在蜈蚣台下 后来又把他 移到了雷塘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隋阳帝的尸体 是随便埋 第一次葬在蜈蚣台 第二次葬在雷塘这个地方 当时一笑张丽华 不知门外寒情虎 当时你还笑张丽华 躲在胭枝井里 被隋朝的大将 韩秦虎抓到 可是现在你还能笑他吗 这就是李桑颖跟杜牧的感慨 同样的道理 好 下面 宝慧堂是苏东坡 我刚刚讲了 苏东坡一个最会画画的朋友 就是宋英宗的驸马爷 叫王敬青 王敬青在家里 因为他喜欢画画 所以他盖了一个 收集所有名画的房间 叫做宝慧堂 那么请苏东坡在这里写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很重要 是代表苏东坡对于艺术的见解 那么限于时间 我只摘了几句话 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寓意就是寄情于物 但是不可以贪恋在这个物 所以一个是寄情于物 一个是贪恋于物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寓意于物 虽为物足以为乐 如果你只是寄情于物 虽然是一个唯物 也足以为乐 虽有物不足以为病 如果是特殊的物 有物就是特别的宝贵的东西 虽有物不足以为病 也不算是一个病 留意于物 虽为物足以为病 如果你只是贪恋一个物 是物的欲望在驱使了你 你是物质的奴隶 如果你是物的奴隶 叫留意于物 虽为物足以为病 就算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也是一种毛病 虽有物不足以为乐 就算是很宝贵的东西 也不足以为乐 那么我们做一个结论 苏东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方盖一个画室 收集名画 苏东坡认为 有而不战比较重要 战而不有不重要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 最后用了老子的话 老子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在这里 五色令人目盲 五味令人口爽 五音令人耳聋 慈秤甜烈令人心发狂 这一段话是老子的话 苏东坡在写这篇文章 就把它摆在后边 什么意思呢 苏东坡认为 我们喜欢画 喜欢书法 喜欢懂得欣赏就好 有而不战 而不要变成战而不有 如果你是被名画的 把它价值化 就像今天 全世界有很多人 用很高的价钱 去收购名画 收购有名的书法 可是他拿回来以后 就放锁在自己的保险库里 不懂得欣赏 这个只有占有 赞而不有 不如有而不战 这就是他的重点 这就是线的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